因为疫情忙到翻的 基隆市卫生局人员 拿到红豆莲子汤的同时 都非常开心 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基隆市卫生局人员也跟着忙翻 就算局里面已经有确诊案例 大家还是持续坚守岗位 追踪疫情发展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特地结合伪军落势关怀协会 赠送100杯的红豆莲子汤 为大家加油打气 也让人员感谢又暖心 我们非常感谢宋前议长 他带了这个很美味可口的甜点 来给慰绕我们的同仁 我们觉得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非常感恩 谢谢 我想政府的行政命令一下 我们站在第一线的 就坚守岗位 然后这阵子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以说每天都加班 弄得人养马班 那么我把这个事机呢 跟我们立青姐 立青姐也说 常看到电视荧幕 都在讲说民众打电话打不通 然后都堵车 但是因为太多太多的电话进去 所以说有时候会筛报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谅解 我们共体时间 那今天我们就是伟丁弱势关怀协会 我们一起来关怀 关怀我们这些 站在第一线的这些防疫工作人员 感谢他们辛苦了 对爷爷跟我讲 跟伟均讲 这个团队讲 说第一线太辛苦太辛苦了 我们伟均团队就用一点小意思给他们 喂啦喂啦 另外宋伟丽和伟均弱势关怀协会人员 也带着20杯红豆莲子汤到中山区卫生所 卫绕所内人员的辛苦 纵使因为疫情防疫政策变变变被民众骂惨了 卫生所人员还是尽全意完成对民众的服务 最后一行人再带着48杯红豆莲子汤到七都区 1922防疫专线电话办公室慰绕工作人员 感谢大家在严峻疫情下 守护基隆市民健康的辛劳 记者运松基隆报导